你弟小孩怎么在这写作业啊 我弟去打工了 弟去打工了 那小孩他小孩怎么办啊 给我要 给你 让他住我们家吗 你弟他不管了吗 不管 为啥就不管了 管不了养不活了 养不活了 有能力就要小孩没能力就不要嘛 要生下来了又管不了 那他给我们管干啥呀 那他不要我不能也不要吧 那到时候可怜的是孩子啊 那我就不可怜了 你可怜什么 我挣钱就很轻松吗 我挣钱也很辛苦啊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他小孩在这里哦 你看天天的吃我们的 用我们的换我们的 怎么能行啊 你弟自己生的小孩自己管啊 他管不了啊 他说如果我不管的话 他就直接丢了不要了 丢了不要了 所以我不能不管啊 那得在我们家到什么时候啊 就一直养着呗 我说你弟真的是废物啊 有小孩了都养不了小孩 那他老婆又跑了 如果他再带小孩的话 那都工作不了啊 怎么养嘛 很正常啊 我都理解他的很了 像他这种的老婆怎么能不跑啊 天天无所事是游手好闲的 你怎么老是我弟啊 你现在应该同情他 可怜他 他都受那么多伤害了 你还要打击他 还受那么多伤害 你看现在呀 小孩生下来了 不管然后让他来在我们家 让我们养啊 他又值不了多少 又不是我们小孩让我们养 那我是刀姑啊 我不养谁养啊 我说你这个人啊 这什么烂摊子都啊 拉到我这里来让我处理啊 一家人说这种 真的是拉大便让我帮他扎屁股 是不是嘛 这又不让你干什么 你看他都长大了 怎么还让你扎屁股呢 他会自己扎啊 长大了 那能在自己家 又在自己家 干嘛还要送来我们家 你真搞笑 他一个人在家 他饭都不会煮 你让他饿死啊 你说话你会让你动脑子啊 你收我 还不如我先说你弟呢 你弟有问题 你来这里收我啊 我弟怎么了嘛 那小孩来给我们呢 怎么了嘛 我都心疼他啊 现在可怜的很 有啥可怜的啊 自己没能力就不要生小孩啊 他又不是出去玩 他是出去上班 转得起来他会给我们的嘛 没能力就不要生小孩 生小孩来了又管不了 怎么会没能力呢 要是他们两个好好在一起 一个小孩怎么会养不活嘛 少说点了 小孩在这里 一点点了 你看而且你弟的小孩啊 你是个女的 是吧 长大了 他也要嫁出去的吧 然后呢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长大了没用啊 对我们也没用啊 你要有什么用啊 他大了也不给我们养老啊 他是我弟的小孩 要养老也是给我弟养 我们有自己的小孩 对啊 怎么免的小孩干嘛 我们都有自己的小孩 还帮你弟养小孩干啥 那他不养就我养呗 我是他姐啊 他有困难了 我就得帮他 他困难了 我就不困难了 我也困难了 我没有钱给的啊 我只能出力啦 哇 你意思你还想给钱啊 对啊 哦 真很想 给不了钱就帮了带孩子嘛 而且我现在也刚好 带有我们家小孩 顺便帮他带嘛 累了 累什么了吗